7点18分来读头条看世界 首先带你看到英国卫报 英国有一项调查显示 从2000年开始 当地种族歧视是越来越严重了 这个问题呢很严重 那么排外情节是退不到了20年前 那么当中的原因有人认为 这是因为独立党 长期对民众传达反欧盟 反外来移民的政策观念所造成的 好 再来是华盛顿永报 美国宣布了美军撤出阿富汗的时间表 就在今年的年底开始撤军 那么一直到2016年年底 美国只会留不到1000名的兵力 来保护大使馆的安全 但是欧巴马也强调 一切呢关于撤军的安排 要看两国能否签署 早前双方通过谈判的双边安全协议 好 再来关心的是国际纽约时报 中院南海关心紧张 导致日前爆发排华暴动 那么时间还没有过多久 越南电视台又报道 就在26号大陆的船只 恶意冲撞越南的渔船 导致渔船沉没 那么虽然呢 船上10名船员都获救 不过两国对峙的关心 因此是更加的雪上加霜